大家好,我是李硕,欢迎回到《孔子评传四十讲》,让我们一起走进孔子,了解春秋历史。 课程进行到这里,孔子也三十多岁了,他现在一边在继孙家当小职员,一边开着私塾教学生。 在忙事业的同时,孔子还解决了家庭问题,这跟他自己说的三师而立,还是很吻合的。 现阶段的孔子,人生跟事业都刚刚起步,还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,那他的知名度是怎么提高的呢? 这一讲,我就带你来看看孔子事业上的第一次重大升级。 这次升级发生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,从此他的社会地位更高了,人脉也更广了,还第一次出国见了世面,开始亲身了解当时的国际秩序。 那,孔子这次事业升级的起点是什么呢?是有大贵族,请他做家庭教师。 据左传记载,公元前518年,也就是孔子三十四岁的这一年,孟孙氏的族长孟希子病危,快要去世了。 这件事本来跟孔子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。 但没有想到,孟希子在交代后事的时候,特意提到了孔子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呀,孔子过了三十岁以后,学生越来越多了,名声也是越来越大,大到孟希子都已经听说过了。 再加上,孔家又是孟孙家的老部下。 还记得之前我说过,孔子他父亲跟着孟羡子出国打仗吧? 现在快死的这位孟希子,就是当年那位孟羡子的曾孙子。 所以,孟希子在临死前,就把他的一堆双胞胎儿子,还有家里的大管家,叫到了病床前,嘱咐了一件事。 他说,当初我年轻的时候,陪国军出国访问过,到了郑国、楚国。 我因为不懂外交场合的礼节,出了一些丑,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。 现在我听说,孔子这个人很有学问,你们一定要把他请到家里来,跟他学习。 在孟羡子死后,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就聘请了孔子,来当自己的家庭教师。 这兄弟俩叫孟义子和南宫敬叔。 这位孟义子,现在就是孟孙氏家族的新一任组长,也是现在鲁国的三大贵族寡头之一。 这样一来,孔子的事业就发生了质的飞跃,从一个小职员带着一群乡下穷学生的私属老师,变成了大贵族的私家教师。 这说明,孔子凭借自己的学问名声,开始受到大贵族们的关注,慢慢下去,他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多。 那孔子给这种大贵族子弟上课,具体教些什么呢? 孟孙家这对双胞胎,现在已经13岁了,虽然还是少年,但他们早就开始学习了,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。 所以,他俩并不需要跟着孔子学习认字、算术这种基础课。 他们主要是跟孔子学习礼,也就是贵族社会里的各种礼仪知识。 私家教师这份工作很重要,但孔子也没因此把其他的工作都给停了。 从史料来看,孔子这时候还教着自己私属里的那群穷学生。 至于继孙氏家里的那份小职员工作,史书里没有明说,但从其他信息推断,他可能把那边的工作辞掉了。 因为他在继孙氏家里的工作,都是在乡下的农庄里管事,和城里的工作,不好兼顾。 另外,孔子在孟孙家不单单是给两兄弟上课,还会管一些其他的文案,应酬工作,活可不少。 孔子在孟孙家的身份,其实有点像明清时候,大官员家里请的所谓绍兴师爷。 孔子事业的第一次飞跃,大致就是这么个过程。 听到这里,你可能还有点疑问,就算孔家跟孟孙家有些渊源,就算孔子有了些学问名声,那为什么是孟孙家,而不是老东家继孙氏,先给他进生的机会呢? 这背后啊,其实还牵扯到孟孙家的一段往事。 简单来说,就是现在这孟氏兄弟俩,也是贵族父亲和民间女子野和生下的孩子,所以他们也能够接受野和出生的孔子,愿意给他更好的工作机会。 在讲孔子出生的时候,我提到过,那时候贵族老爷和底层民女有点艳遇,搞个野和,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但细说起来,也分不同的情况,孟家的这个情况,跟孔子父母还有些不一样,是发生在更上层阶级的野和故事,我这里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 这段往事,要从孔子21岁那年讲起,当时孟希子去周边的一个小国出访,路过一个叫泉丘的地方,就是有泉水的山丘,和当地的一个农家女子游过一次露水姻缘。 孟希子呢,当时并没有在意,以为没有下文了,但没想到没过多久,这位全球女子居然私奔,找到孟孙家来了。 这女子说,她第一次优惠孟希子之后,就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拿着一幅巨大的帷幕,把孟孙家的祖庙整个给盖了起来,她觉得这是某种天气,孟孙家必须接纳自己。 可那时,孟希子早有了正方夫人,在外面也有外侍情人。 于是,孟希子就把这个不请自来的民女安顿在一个情人家里,干点女仆的杂活。 不成想,这位全球女子很快就怀孕,生了一对双胞胎,就是孟义子和南宫敬叔。 由于孟希子一直没有儿子,这对双胞胎就成了孟家的合法继承人。 直到了孟义子、南宫敬叔这俩人的出身,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主动接受孔子了。 如今,孟子当了孟家的家庭教师,除了地位名声上了个台阶,还得到了其他的什么好处吗? 当然有,那就是有了出国见世面的机会。 很多人都知道,孟子晚年周游列国,到过很多地方,但如果有人问,孟子第一次离开鲁国是什么时候呢? 估计大多数人就说不清楚了。 那好,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,孟子第一次出国的基本情况。 孟子这次是跟着孟孙家一群人出的国,领头的是孟家双胞胎的弟弟,南宫敬叔。 他们的目的地是东周王室的都城,洛阳。 这是春秋政治里面很重要的地方。 他们去洛阳做什么呢? 这个史记里没有写,司马迁甚至都没有写他们去洛阳的具体时间。 但还好,我们有礼记,这本书里虽然也没有明说,但他留下了朱司马记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根据礼记的记载,孟子在洛阳的时候,正好发生了日时,天几乎完全变黑了,还能看到星星闪光。 所以,这应该是一次日全史。 日时呢,都有史观的记录,而且历史上发生日时的时间,今天我们也能用天文学知识来推算。 根据史书和推算,这次日时发生在鲁昭公24年,周历的5月1日,也就是公元前518年的4月9日。 这正好是孟希子死后一个多月。 那在这个时候,孔子陪南宫敬书去洛阳干什么呢? 应该是代表鲁国给王室报丧,也就是报告孟希子的死讯。 按照周人的礼法,诸侯国内部的大事,应该及时报告周王朝廷。 春秋时候,这个规矩虽然不受重视了,但也没有完全作废。 而且推算起来,孟希子和洛阳的周王也是亲戚,往前追溯,他的祖先是鲁国国君。 而最早的鲁国国君呢,也出自周王家族。 所以,孟希子和周王也算是很远的同宗亲戚。 现在他去世了,自然有必要向周王家里报个丧。 这既是政治秩序,也是家族礼节。 你看,就像刑警破案一样,把史记跟礼记两个材料拼合在一起。 孟子这次陪学生去洛阳的时间和目的,我们就能推测出来了。 南宫敬书去洛阳报丧,孟子应该是跟着去安排各种礼仪的,避免出错,这任务可不轻。 他因此得到了东家给的额外报酬,那就是孟子这辈子的第一辆马车。 从史记得知,这辆马车是出国前,孟孙家花钱给他配的行头, 但从洛阳回来以后,孟家也没有收回,就相当于送给孔子了。 这辆马车只配了两匹马,档次不算高,因为那时体面的马车要驾四匹马,所谓四马难追。 但对孔子来说,这已经是超出预期的待遇了,甚至算得上是他这辈子的一个里程碑。 这可不是我夸张,要知道,西州和春秋的贵族,最体面的待遇是有一块封地,这是最合法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,但很多小贵族都得不到。 那差一等的身份标志,就是有自己的马车和仆人。 春秋贵族拥有一辆自己的马车,遇到打仗的时候,就能驾驶着马车参战,为上一级大贵族提供军事服务,这才算一名合格的士。 再说,有了马车,生活也更方便一些。 马车还代表了贵族在社交场合的身份地位。 你想想,到体面人家做客,如果是坐马车来的,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,主人家也会更尊重。 西州春秋的贵族,不光有事的时候乘车,没事的时候也经常是驾着辆马车到处跑,去郊外散心。 诗经里就有一些这方面的诗。 好,这一讲就讲到这里。 你看,孔子因为学问名声的增长,得到了从继孙家跳槽,去孟孙家的机会,完成了事业起步后的第一次重大升级。 34岁的他,进入了鲁国更上流的贵族圈子,也有了出国开眼界,增长见识的机会。 从颜家庄的穷学生,到孟孙家的贵族子弟,孔子时候的学生越来越显赫,正好验证了孔子的那句话。 所谓,先进于礼乐,也人也,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。 这也表明,孔子的教育事业是越做越好的。 这一讲的最后,我们提到了孔子的第一次出国,但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。 那他这次出国,就只是陪主人去报丧吗?具体又有什么见闻和收获呢? 我们下一讲继续。 的一声 感谢观看